来自南方都市保博宝 据美联社报道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·比斯利在联合国安理会表示 在新冠疫情之前他就告诉世界各国领导人 2020年将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因为战争、频繁的自然灾害、经济危机等 全世界每天晚上已经有8.21亿人饿着肚子睡觉 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项新分析显示 由于新冠疫情到2020年底 可能会有额外的1.3亿人被推到饥饿的边缘 涉及55个国家 由此比斯利表示 在许多国家粮食危机是冲突的结果 但还有一个真正的危险 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死于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 而不是病毒本身